发生在这个月7号的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 导致12人丧生 而亲历恐怖袭击案的华人导演王芳辉 日前接受中共央视的采访 之后他发现了自己被描述成了 一个胆小懦弱明哲保身的人 他痛斥央视记者颠倒黑牌 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14号早上财新传媒常务副总编张进 在财新微博发表文章 文章透露 20多年没见面的大学同班同学王芳辉突然发来邮件 他读后才知道 王芳辉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 曾直面恐怖分子的枪口和死神擦肩而过 之后王芳辉在接受央视采访的过程中 又遭到记者的欺骗歪曲和愚弄 王芳辉问张进 这是为什么 文章提到的王芳辉履居法国20多年 除了写作外还开设影视公司 1998年凭纪录片《法国陷阱》打响名堂 据王芳辉的邮件内容 恐怖分子库阿奇兄弟在寻找杂志社的过程中 误闯王芳辉位于同一大楼的办公室 并开枪恐吓他 所幸最终没有伤害他 王芳辉9号下午接受了央视驻欧洲记者 王女士的采访 有关采访情节 王芳辉在邮件中说 王女士问我 你是不是看到两个杀手被击毙 才敢出来接受采访的 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这个问题 但还是如实告诉他 不是 此前我已接受了法国最大电视台的采访 我也不藏头遮脸等等 这则新闻在11号播出 王芳辉发现央视所说的并不是事实 节目里 先是播音员端坐着说 央视采访了一个特殊的见证人 华人在凶杀案之后 她拒绝媒体采访 再知道两个杀手被击毙 才打消顾虑 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访 随后 王女士向镜头走来 一字一句的说了一段开场白 大意是说 杀手被击毙后 她打消了王芳辉的顾虑 王才接受她的专访 然后才开始正式的节目 王芳辉说 她当时就懵了 她不明白这位央视的王女士 为何要睁眼说瞎话 王芳辉表示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 她当时就拒绝了 她的套子 央视的记者 职业道德 很成问题了 央视说反说换了 在央视做记者 她不说瞎话 她一天都会不下去 她只有说瞎话 无众生有 编造反言 才符合党的要求 符合党的力 王芳辉表示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 她虽然心有余悸 但她本身就是搞传媒的 也知道公众知情权一词 不做个见证 说不过去 所以在案发的第二天 就以真实面目和声音 接受法国最大的电视台 TFE的要求 做了三分多钟的直播采访 王芳辉还在邮件中透露 闯过生死关后 她公开站出来面对媒体 是为自己争取的心理重建 但央视记者颠倒黑白的一段话 把她的心理建设统统毁掉 影响了她的名誉 这是对她的二次伤害 财新传媒常务副总编张进在博文中说 她也不明白这名央视女记者 为什么要冒着被采访者抗议的风险 编造那几句话 也许是为了说明 这个报道是她的独家报道 王芳辉是她的独家信源 张进这篇博文引发热议 网友轻弹在知乎问答网站上指出 央视在是否独家问题上欺骗受众 在人格上贬低了王芳辉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王天定在新浪微博说 官媒做东西一贯主题先行 先进行诱导式提问 未达到目的就公然造假 这蛮常见的 我们看中央电视台新闻 我们是看反面 如果他们说紧密团结在党中央 作为说明党中央不团结 我们都是反过来看 她说经济非常好了 经济很恶化了 有网友表示 这个女记者的前台词 就是央视一贯教导全国人民的 国内很幸福 国外很乱 外国的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一天到晚 惶惶不可终日 也有网友说 从听说母产万金开始 就不太相信中共官媒了 什么没节操的事都做得出来